大家好,今天我選了一則童話故事 魚夫和鯨魚 來讀給大家聽 魚夫和鯨魚 從前,一個魚夫和妻子住在海邊 一個潛落的小木棚裡 一天,魚夫出海捕魚 捕了好幾次 終於捕到一條鯨魚 我是一位做了魔法的王子 放了我吧,我會報答你的善良的魚夫 放走了鯨魚 妻子得知後 大賣魚夫是傻瓜 讓他趕快離去向鯨魚王子 要一間漂亮的新房 魚夫不情願地回到大海邊 喊到鯨魚王子 我妻子想要一間漂亮的房子 回去吧,他的願望已經實現了 魚夫回到家 破舊的木棚 果然變成了漂亮的新房 沒多久,妻子說 女婿跟金妮說 我要住在大宮殿 這個願望也實現了 沒多久,妻子又講做國王 魚夫印著頭皮去找鯨魚 這個願望也實現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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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次,這一次 竟然什麼也沒說 你媽一滑流進海裡去了 魚夫回到家裡 看見妻子正坐在小木棚的門盤上 謝謝大家的收看,再見 再見